冬吃萝卜,下吃姜,不劳一生开药方 秋冬季节,最适合吃的蔬菜,当属白萝卜了 白萝卜在人间有小人身的称号 今天咱们用萝卜和一块豆腐分享大家从没有吃过的做法 比馒头好吃,比包子还要简单 咱们先来和一块面,盆中准备300块面粉 加入半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了 平时我们在蒸包子或馒头的时候也可以加少量食盐 种出来的包子或馒头会特别的香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四五十度的温开水 一次千万不要倒的太多了,边倒边给它搅拌 这样才容易掌握它的软硬程度 我这里大概加的是170毫升的温热水 再倒入20毫升的食用油 我用的是玉米油,玉米油味道还小一点 而且吃起来也比较健康 再给它搅一搅,开始下手揉面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做出来的成品更加的柔软 这个面团我们刚开始是不容易揉光滑的 我们可以放在盆中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上10分钟左右 让面团中的水和面完全融合 10分钟以后我们再来揉面 手上稍抹上一点油 在面团上轻轻拍两下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从外向里折叠按压 只需要简单的几下就可以把这个面团揉光了 接下来再把揉好的面团放在面垫上 这时候就不用揉了,直接把它搓成细长条 再用刀给它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再把每一个小面剂给它揉一揉 整理圆润 准备一个盘子刷上油 把揉好的小面团依次摆入盘子里 千万不要让它们挨得太近了 面团跟面团之间要留开一点空隙 上面再抹上一点油 盖上保鲜膜 饧面40分钟以上 如果咱们想早起做的话 也可以把它放入冰箱冷藏 咱们再处理这个萝卜跟豆腐 萝卜不光营养价值高 而且现在也是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在我们这边买的是包毛钱一斤 秋冬季节多吃一些萝卜 对我们的身体益处还是非常多的 洗干净以后去掉外皮 再用刀切成薄片 如果想偷懒的朋友 咱们也可以用擦丝器擦上细丝 如果要是冬天咱们吃火锅的时候 切出来的萝卜丝还是比较好吃一些 要是用擦丝器擦的萝卜丝呢 汁水流出过多 此时的萝卜丝会变得软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苦练刀工比较好 切成丝以后先放入盘中 再放入开水锅中给它焯烫两分钟左右 去除一下萝卜中的辛辣味 焯烫的时间不要太长了 以免它的营养成分流失过多 差不多两分钟以后 再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放在凉水中过一下凉 过凉之后的萝卜丝吃起来口感是脆爽的 接着再用力挤出里面的水分 放在案板上 用刀给它剁得细碎一些 这里也不用剁得太碎了 只需要简单的切一切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先给它放入一个盆中 豆腐买回家以后 咱们一定要给它用流水给它冲洗一下 然后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长条 有的朋友也许把豆腐买回家以后直接就切了 其实那是不对的 因为豆腐是最容易自生微生物的 比肉类还要危险 它本身毫无异菌能力 制作过程中的细菌可以深入内部 超市或者菜市场里的散装豆腐 从末浆点卤到成型 可能会在室温下放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 简直就是细菌培养机 所以豆腐买回来以后一定要清洗 用开水焯炭一下更好 豆腐切成小碎丁以后放在油锅中 给它翻炒至表面微微发黄 然后盛出来 煎炒过的豆腐吃起来会更加有嚼劲Q弹 准备一颗大葱 给它切成小段 剁碎 一小块生姜也剁碎 葱姜蒜 同称为香头 被誉为厨房三宝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 剁碎以后锅中放入适量油 油热以后再放入5块钱的牛肉馅 用铲子翻炒几下 把牛肉炒至变色 秋冬季节气候寒冷 我们可以多给家人吃一些牛肉 既可以暖身又可以暖胃 炒至发白变色以后 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把它炒香 炒出红油 再加入一点生抽酱油调味 老抽上色 根据个人口味添加适量盐 再加入姜末葱末 再次翻炒均匀 把葱姜末炒出香味 倒入豆腐 再把它们翻炒均匀 使豆腐入味上色 接着把剁好的萝卜碎放进来 简单的翻炒两下 翻炒均匀 咱们这个馅就弄好了 闻起来就非常的香 炒好以后把它盛出来 先放在一旁 再准备两颗小葱洗干净 沥干水分切碎 把切好的小葱放进来 这个小葱咱们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我这里加入小葱 是为了增加它的色彩 而且葱香味也会更加的浓郁 现在面也醒好了 经过长时间的醒面 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无论你怎么拉 它也不会断裂 现在我们取出一个小面团 放在面垫上 稍微的整理一下 再压薄 用擀面杖擀开 擀薄 擀成一个薄薄的 馋方形的大薄面片 这个小面团延展性好 所以很容易就赶开了 而且保好均匀 再往面皮的中间多放上一点馅 这个馅基本上是熟的 多放上一些 也不用担心 一会儿在制作的过程中不容易熟 这里是放了酒勺 边缘一厘米的地方不要放 用勺子轻轻的压一下 再给它上下 折叠 下面这个边缘呢 要压住上边这个边缘 让两个边缘重叠 粘合在一起 左右两边也折过来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饼撑提前预热刷上油 油多放上一些 做出来的饼会更加的焦香 想少刷一点也没有关系 把做好的饼都给它放入锅中 用手轻轻的压薄一些 盖上盖子 烙上两分钟左右 然后打开盖子 翻面 哇 这个颜色好漂亮 金黄金黄的 翻过来以后 再煎两分钟 再打开盖子 基本上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个饼呢 变得微微鼓起来 两面都变成金黄色 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给它出锅了 把它摆放在盘中 稍微晾至不烫手的时候 就可以开动了 大约是用了300克的面粉 我这里是做了8个馅饼 而且个头也非常的大 我们一家四口都吃不完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馅饼 这个外皮非常的柔软 而且有韧性 你就是把它提起来 它都不会破 这个皮呢 非常非常的薄 这才是真正的薄皮大馅 里面满满的都是馅料 萝卜的清爽 加上豆腐的香味 还有牛肉香 还没吃就流口水了 家里有萝卜的朋友们 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哟 营养好吃 做法也简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